新北市林口区公所在市府跨局处工作小组指导下 推动公园全灵化或特色共荣游戏场改善计划 依据中北公园施市至宏池的特性 将生态富裕导入改造成生态池 地方乡亲对于改造成果相当肯定 新北市政府于108年4月成立跨局处工作小组 共同推动公园全灵化或特色共荣游戏场改善计划 盘点各区需求同时将区域平衡交通可及性 使用族群及公园整体性综合考量评估 并纳入公民参与以提供每一位市民更完善的公园修建空间 我们把中北公园重新设计做改造 依照它市市公园的一个特性 将生态富裕导入我们的一个公园的设计里面 改造成一个生态池 那我们池边呢 种有这个香符啊 长岁木 石仓符等等这个水深的植物 池中还会有这个蝌蚪红蜻蜓等等 林口区公所在工作小组指导原则下 将中北公园重新设计改造 一级施市市红池的特性 将生态富裕导入改造成生态池 池边种有香茅 藏碎木 石仓符等水深植物 池中还可以见到蝌蚪红蜻蜓 日前公园已经对外开放使用 许多乡亲对于改造成果均表示肯定 目前这个公园是已经开放了 但是因为这个还在疫情的二级的阶段 那邮聚以及这个一些提建设施仍然不对外开放 也希望我们的民众呢 外出仍然要做好这个防疫的措施 保持低度的活动 林口区公所表示疫情趋缓 虽已降为二级 但目前公园邮聚器材等人不对外开放 民众外出仍然要做好防疫措施 保持低度活动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